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个收入是真的是比较负担一点 所以才会就是住在家里然后减轻收入 可是因为真的是一家四口住在一个小房间 那个空间感知真的是比较不足这样子 社会住宅平易近人的租金 让蒋先生一家赞不绝口 受惠于社会住宅的德政 有了自己的家 而对中逍青年来说 社会住宅更是落地生根的一大诱因 这样减轻很多啊 以他的平数跟他的价位来讲 CP值应该是找不到了 降低入住门槛照顾更多需要的人 不只盖房子 台中市府更搭配多元计划 要让社会住宅变成好宅 我们也会设公托 让青年朋友们除了可以住好宅以外 他也可以结婚 也可以生养孩子 那所以政府都会帮忙 一想到说 可能你只要起床 然后带小孩到楼下就是幼儿园 他下课回家 我们只要下去直接上来 这样子超方便的 楼下就有非盈利幼儿园 青年成家少了后顾之忧 为了让处于生涯不同阶段的青年族群 都得到照顾 预先社会住宅 还整合了不同局处的资源 帮助不同阶段的青年成家 我们会有共生 共学 共创 共享 四个部分来成就一个共好计划 开放的公共空间 连周边邻里都能参与互动 从设计之初 各栋之间联络的空桥设施 到绿美化的公共空间 都是住户交流的好地方 不止硬体设施每轮每换 种子住户的规划 更让预先社会住宅的软实力大大提升 在这个种子计划的年轻人 提供他的想法 捐出他的时间 把社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因此他就不用抽签 他就可以入住 免抽签 社区互动有温度 透过活动凝聚了住户间的向心力 这样的好宅 台中市政府也规划了更美好的愿景 富士台中新好生活 对于社会住宅 我们会不断地盘点 不断地开工 不断地上梁或不断地完工 总而言之 在这个四年之内 我们要达到508户 完善的生活机能 从硬体设施到软体的诱托 都帮青年打点好 有了社会住宅作为打听基础 帮助青年朋友在台中站稳脚步 也让台中市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青年宜居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